高雄前鎮中华五路巷弄汽车防盗器大作 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往天空狂炸的烟火 烟火朝空中四射仿佛天女散花 中秋节29号当天晚上有居民拍响 在高雄前鎮的中华五路五号传取码头放烟火 导致汽机车防盗器狂响 警官台也被炸黑 很大 反正过节嘛 我是让我尽量不要 桥上面的话都是有很多的木板定的嘛 你一烧不下来至少会破坏他的美观 白天回到现场 传取码头的木造地板上焦黑一片 还留有不少鞭炮谢谢 本局将会派员加强巡视 若发现有燃放烟火情势 将通知警察单位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查办 由于放鞭炮地点 未处河道上属于水利局管辖 高雄市水利局表示将报警 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查办 只是不止高雄 台南也有民众深夜 违规燃放烟火 还引发机车车祸 台南关系平台一带 从廉价深夜开始就陆续传出 放鞭炮刺耳噪音 让环保局警方疲于奔命 很离谱的是竟然有民众 查来打带跑的方式 随机释放烟火 我们知情同仁追赶民众 那警察也出来居住帮忙 29号深夜10点过后 环保局在关系平台 就开出6张6000元的罚单 101张劝导单 呼吁民众中求佳节 放鞭炮庆祝 但还是要顾及周遭居民安宁 可别把自己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 进行离清杜云节